你的跳弓,或者你的staccato,不要离开调弦那么高 你尽量链调弦的话 当然,也要看看你用弓的地方在哪 如果你指弓是在中弓的话 是很难控制的,上半弓当然不用说 另外,要练的方法是慢练,放大,放慢去练 你看到这支弓的动作是 不是直上直下,不是踏下去,是线进去 给时间,手指,尾指去适应重量 如果你慢练是能拉到这支弓,你再加快一点 你再加快一点,也一定能拉到 刚才你听到我第一次就有杂声 为什么呢?因为我向下的力是多过向横的力 我就要减少向下的力,然后用多一点弓 轻点 轻点 轻点,再加小弓 小弓 指挥需要的,或者他们所想的那种音色是小声得来 有点像风声 这个时候你就不可以再用小弓了 我想你不会觉得这个是metall forte或者forte 其实它也算是小声,可能是metall piano 就是这样 如果你用这个拉法的话呢 你落在弦的力要更加小了 因为你用多了弓 所以你唯有拉在弦的力要更加小 因为你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东西 而应该做的你没有做到 Accent 你不应该在乐功那里加 accent 但是你加了 Accent 是什么呢? Accent 就是突然之间的强音 如果你的其中一个小节或者某一个音 是突然之间之功走快了 那即使你是在做chrishando 那其实这一下 突然之间的强音 是不属于那个phrase的 如果我要唱 Do Re Mi Fa So Fa Mi Re Do Re Mi Fa So Fa Mi Re 你听到最大声应该是个So 但是这个大声也不是一个 突然之间强音的大声 但是如果你Do Re Mi Fa 可能在第三个音呢 是用多了弓 或者用快了之弓 那已经是一个accent 令到那个phrase 突然之间大声了 那就是不应该做的事 你做了 有什么是你应该做 而你没有做的呢? 就是放松手腕 你的手腕是应该 做到这个动作的 是顺着力度 如果你的手腕不懂得动的话 所有力是死的 是不可以调节的 这种这么硬的力 是很容易会有accent的 你几小心也好 是很容易会有accent的 所以你的手腕呢 要放松 是 我只能够这么说 你的手腕 手肘 这个要放松 还有你要感觉到是 哒哒哒哒哒哒 我不知道怎么说 音力 当然是重要的 这两只手指 无名指和中指 用来做什么呢? 如果你想做一些长的乐句 你想做一些 很多tension 像这样 几个小节 四个小节 八个小节 长的乐句 crescendo brams的symphony 你如果这两只手指 睡了觉 没有知觉的话 是 打了一半折扣的 你出来的 phrasing 是会很硬的 即使你再加上手腕 手肘 phrasing 是要靠他们两个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 今集的五条问题 都是跟右手 跟运功 跟拉奏有关的 如果大家有其他问题 很欢迎在留言里 告诉我 我是叶少熙 下一集 再和大家见